各位朋友,各位网友,你们好,欢迎来到熊人馆,我是小范 今天这条影片就讲讲星梦2第一轮的最后一集淘汰赛 这六个单位其实都在我眼中都算是三集里面 我觉得表现最好的一集 当然里面都会有些脱漏,有些紧张 不过综合我觉得每一个人交出来的作品的平均水平都挺高的 所以其实Mandy,孙伊文以14分被淘汰是有些可惜的 尤其是她那个作品如果以一个普通的唱歌比赛来讲 几乎是没什么怎么挑得到毛病 而且她是有一个,因为之前其实我都不是特别留意她的唱刊 其实她这首《眼泪》,我其实看这个星梦2的时候 我有很多歌我都会特别闭上眼去听的 就是不要被她们的外表或者她们的台风影响到 我想纯粹以一个唱歌比赛形式去试一下去认识她们 其实Mandy一唱第一段,给我的感觉 我以为Gigi在唱歌 她那个声音很像Gigi 其实在这首歌的眼泪里面 也让我想到可能Gigi唱 我以为Gigi唱歌的声音很高 我以为Gigi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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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挺高的 但唯一的问题是她里面 爆发的位置没有用得很准 所以在六个人里面 她是其中一位的爆发点 或者给评判的记忆位 不是那么多的一个选手 不过以整首歌的表演 穩定性、音准、拍子、高低音的东西 其实她都做得很好 就是Mandy这首歌 我自己觉得整晚其中一个最稳定的人 是Mandy的,说真的 不过其他那五个单位 都各有特色 或者这个就是 不是一个普通的唱歌节目 因为我想TVB 其实他们都会和评委说 究竟是怎么去判断一个人 是否过关呢 是不是真的只是普通音准、节奏、感情 我相信肯定不是 而是会觉得 如果那个人参赛者唱完之后 你觉得他有一个特色 你认为应该值得留下他的 那就给他过 我觉得是这个的机会 大过一个传统唱歌比赛的一些规定 当然我又不是这个娱乐圈 这个演艺圈 或者这个乐坛的人 我对于他们 怎样去判断那个人 究竟应不应该值得留下 这个我当然是无从稽考 我只能够纯粹以一个 因为平时我都会做一些唱歌比赛的评判 我纯粹以一个唱歌评判的一个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整晚他们唱成如何 我说一下赵仲怡 之前都引起很多话题 尤其他哥哥就是《全民造星》的冠军 而他之前也是在第一轮之前 他之前选择完之后 其实他也是进了一个危险区 救回来 去到这一集 真的找到一些适合自己曲风的歌 比较全面性地 去发挥到自己的百声的独特性 这也是他赢的最大一个卖点 但是你说首歌唱成如何呢 我觉得是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但是唯独我觉得他唱的时候 因为这首歌 我有很多朋友都唱歌比赛唱过 所以我都略有认识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 他可以在前中段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比较 不要那么沉实的唱法 虽然他整首歌很多地方都是低音 但是其实他可以在节奏方面 做得比较跳弱一点点 尤其是前半段 又或者是前面是静静的 很低沉的去唱 接着去到中后段突然间 整个人都跳了 唱的那个facing完全不同了 那个节奏不同了 是可以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编曲 是相对来说是令到那个歌手 是比较保守了一些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再有一个 更加劲一点的表现 在这首歌里面 因为其实他很多位都做得挺好的 因为用了一些很适合他的key去唱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一集他是很成功的 也都可能令到很多之前 不是带过看好他的观众们 会重新认识这位的朋友仔 也都是可能对他的期望值 会增高 所以恭喜他了 至于说到这个Janice 小提琴家 其实一直都感觉到她的能力是很厉害 和唱歌是可以很有power 也都在这个星梦里面的节目里面 他们去练习的时候 也都看到她那种的唱法 这个都是我本身预期她本身就是这样唱歌 就是想不到经过JW的调教 他可以学东西学得这么快 就是到真正表演的时候 是用很多气声 很柔和的一种唱法 去唱这首应有的留下锁匙 真是很棒的表现 当然中间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他还没摸索得很好 但是光以整个唱出来的格调 从一个很硬很挖强的感觉 去到很柔和 这个可能她有一两个星期时间准备 她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我已经对她是很欣赏的 还有她那些高音是很有穿透力 是听到我起了鸡皮 这个真的和很多 我想这么多个人里面 唯一一个让我听到起鸡皮的就是 这个女孩就是这个Janice 其他都我只会形容是唱歌唱得很好听 但是真是令到我会 将那几句一听再听 是真的只有她 所以看一下她未来 因为她都说过了 自己是没有唱开这样的 廣东歌的、粤语歌的 看一下她会认识多些粤语歌之后 是更加发挥到她不同的强项 其实其实都看到她真的很强 真的很强 在我眼中是超了班 如果只是唱歌的方面 还有看她一个短短的时间 在JW那里可以领悟到 究竟怎样唱那样东西 最后发挥到呢 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是你说有个人给个名师教你 都不代表她一定得到的 所以她很明显的误性是很强的 再接触多些不同类型的 广东歌之后 她应该再配合她本身 可能唱英文歌那种的风格 应该会变成一个全新的演绎 就是对于广东歌 这个是很期待她之后 有不同类型的发挥 绝对是这集其中的两点来的 至于说到Six 其实因为我都是星梦Jr的观众 所以都看着她们 由一个素人的小妹妹 走到今时今日 走上一个大舞台去表演 其实都很开心 看到她们的作品质素这么高 除了Eric Cox之外 我想我们很多观众 看到她们走到这里 真的参加比赛和大人斗 其实都很开心 而且看得出她们 真的很有团火 如果整晚 现在都过了 这18个单位都表演了 如果你说 比我觉得最有团火的人 当然她们是一个组合 其实我觉得是她们 她上台 很多肢体的语言 告诉我 她们是好准备的 她们大部分都是发挥到 她们应该要做的事 这个是很厉害的 这个是 可能很多事情可以训练 但是这些是一些心理质素 是训练不了的 可能你狂练狂练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那么紧张 但是你不是那么放松 那么自愈 但是她们上台 是很放松的 给我的感觉 跟其他很多的 我们都看了18个单位 唱歌 其实大部分人都很紧张 那她们这六个 其实我听到有一个人 那些声音是很紧张的 但是她也不是太影响整体的表现 那我也都不要说我听到哪一个 或者大家都可能听得到 但是终归整个表现来说 她们赢的就是她们的年纪 因为她们只有13、14岁 你很难想象 13、14岁的人可以 就是通过一个短时间的训练 就是可能 就是她们合的每一首歌 其实我想都是一个多两个星期 就是不会因为她们 一早就训练了十首八首歌 我相信不会的 就是其实个个都是一两个星期去练 那当然她们本身可能有些人会认识 但是你说出来还要六个人配合 还要是一个这样的Dimension 4D 不断是前后左右这样去站位去移动 哇 其实她们出来整个performance 我就绝对收货很满意 那也都很期待她们之后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这些作品 就是跳又可以 跳得很厉害又可以 跳少少都可以 因为其实跳少少呢 六个人互相移动来移动去 由左边走到右边 由前面走到后面 就算她们不是跳太多 终归整个那个视角效果都很棒 那唱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这次是唱得好过Candy Ball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这个也是引起五sir 一个这么严格的评委 都是开六顿 她也都自己呢 五sir在直播那里说过呢 她是很看好这对女团 而且觉得她们的质素很高 所以呢 我们都是要相信评委 尤其做出来真的有板有眼 但是你说她们十三四岁 将来的路可以怎么走呢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After Class 就是为什么一直要来这么少作品 始终就是大家都在读书呢 你要夾起时间一起去做一件事 可能夾一把声啊 夾一些舞 其实是很难的 你还要六个人去夾 就是你说完个比赛 你可以抽到多少时间出来 放在那个演艺圈那里呢 这个真是不像 或者可能是拿着比赛里面那几个作品呢 一直可能表演一年先 就是过多年才出道都不奇 或者将这些歌全部改編了 当是他们的作品先 就是你说重新真的做个歌 这样练 就是每一下都很重成本 就是包括金钱和时间 就是你六个这样去夾 你每一次有一个人不空 你都可能是夾不成了 那所以就看看他们将来怎么走 好 最后呢 讲完这两位男生了 那首先呢 就利益申报 因为我本身呢 就很喜欢阿登琴那把声 所以可能说出来呢 会有一些主观 那不过呢 其实他这次唱这个绵绵呢 就不是我太欣赏的作品来的 虽然他过了关了 因为始终我是 虽然可能很多人 或者他们做娱乐圈的 做乐坛的 他们很不想看到一个 那个赌模出回来的一件事 就是譬如他的唱刊 好像陈奕迅 他把声本身说出来 都好像陈奕迅 可能他们是不太拜这件事 但是在我眼中 我就是很欣赏 因为我又不需要去 将他推出道 我纯粹以一个观众的身份 一个听众的身份 或者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 听到有个人可以唱到 跟陈奕迅很像呢 其实我就觉得很正 很厉害的 我听完这首棉棉 给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 他们临时有改动还是什麽 我觉得整首歌 是改得不太好 或者因为陈奕迅本身 真的唱得太正 和他的唱腔是很独特 所以你改了去 因为其实他的棉棉 无论是腺语 那些句子断得很厉害 就是和原版的棉棉 是本身有一种 尤其是主歌的部分 是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去唱 但是它是一口气 是很少透气位的 所以那些音是一个拖着一个 那个感觉 是一种感觉来的 但是这次 Duncan唱这个棉棉 就把那些句子断开了 加了很多透气位进去 变了一件事我就 没有那么欣赏 因为始终我听惯原装的棉棉 这个唱法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 整首歌的欣赏角度 就算可能陈奕迅 唱这种版本的棉棉 都没有那么好听 所以在我眼中就不是特别欣赏 反而我是很期待他 好像之前任我行 整个陈奕迅这样唱出来 我就已经觉得很棒了 估议论怎样都好 其实他可能就说 下一轮开始就已经不会再唱 陈奕迅了 那儘管看看 可能到时可能 那些导师 会给他唱陈奕迅的唱刊 去唱一些不是陈奕迅的歌 那我可能又可以欣赏 原本的Duncan 那至于Jason 他其中一个亮点来的 因为你选择了几亿棉 因为几亿棉 如果大家有唱歌 唱过几亿棉都知道 男生唱几亿棉很难 他去到最后的那些高音 真的很难 普通人是会唱得很难听 可能你都能够唱得完 但是会唱得很难听 你真的要唱得像MC 那么顺利又好听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那之前其实在那个 盲听那集里面 都听到Jason 那些高音假音很漂亮的 那猜不到他会选择几亿棉 那这个绝对是 我想他也是训练有数的 也是因为假音漂亮 和擅长唱假音的人 唱几亿棉就相对简单很多 但是你说譬如我这些 唱开八九十年代的歌 本身我的声音 那个声底比较厚一点的 低音一点的 其实唱几亿棉就很难 我想很多上年纪的朋友 都是跟我差不多的 因为始终唱开的歌 都是用那种的key 那种的调 所以遇到记忆棉 这些是超难的 所以在我眼中 他已经是贏了一大截 因为你够胆唱记忆棉 但是也听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低音部分 是不太能发声出来的 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记忆棉本身的 range 是很大的 就是由低音到高音的范围 真的是超阔 所以其实我都认为 他是未能够介入记忆棉 只不过大部分人 听记忆棉都只会是 比较留意他后面的高音 解音的部分 又会想一下他用真音 还是解音唱 但是其实忽略了前半段 是很低音的 要把所有字套出来 又听出来很舒服 都有他的一个难度 我觉得他这首歌 去到后面是放松了之后 所有东西都是正常 应该是他平时的水平 但是之前那个紧张 或者是他低音的弱行 是不多不少打了些字 我也有为他有点担心 就是猜不到 因为去到中后段 就全部高音假音 他就选择回那个状态 恭喜他 也都看这些比赛 一直没唱完首歌 你都真的不知道 究竟那个人的表现是怎样的 就是有些很多选手 尤其可能现在第一回合 很多人都开始很紧张 真的视乎他能不能放松 如果他不能放松 整首歌都紧张 其实都很大机会 可能只有个位数 或者拾松一点 因为那些全是唱片监制 全部都可能 哪个天王巨星录音 他们都帮他同一个版本 可能听20次30次50次 跟着选一条最好的出来 你说他们的耳朵本身是挑毛病 你哪里逃脱他们的耳朵 这个比赛肯定就不可以说 你只是看样子 生得漂亮 有台风 这些全部都不够 肯定到最后都是你要唱歌好听 唱得好听 是有说服力的好听 不是普普通通好听 是被人听完出来 觉得你有特色 你才可以继续生存得到 所以就好像灯芹所说的 这个比赛很残忍 不比赛行不行 但是不比赛呢 只可以去Busking 这个就是这个比赛最重要的地方 除了要令到他们 在受压的情况之下 急速成长 还有拿到自己最极限的东西出来 去看看他们究竟可不可较 入到那个乐坛 入到那个演艺圈 这一集就来到这里 我觉得这么多集中 这集应该是最高水平 还有引起的话题词应该都最高 因为好几首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还有最高兴是见到Six 因为我想他每一首作品 都跟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他们自己在家练歌 拿一首原唱听十次八次 跟着跟着唱三五十次 他可以上台比赛 但是这六个人每次夹的时间都很有限 所以他做出来的表现是 如果是比那些独唱的人 其实真的很厉害 这条影片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 你们的意见是如何 今天这集最惨的是 看到Mandy出局 可惜14分 其实很欣赏她这集的眼泪 唱得很好 多谢你们 拜拜